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12月11日早上9點多 做完初選, 接下來星期三會跑九場用B欄 轉了東早之後, 跑馬地跑得很有趣, 沒有以前的特色 又不是說難追, 但總之到最後直路, 百五位的時候很多馬都停 總之很奇怪, 看跑線, 看拉斯怎麼發揮, 又不是計馬匹能力 跑完馬之後, 看他直路怎麼跑 和大家看看頭場 頭場賽事, 五班一千米, 通常五班一千米都是難追 來前置, 這場馬有兩隻快馬, 一號馬這隻神行八變 Excelerings是一個兒子, 暫時跑了五場都未接近, 這次初落五班 但未見到有變身的能力, 陣上未見到有能力, 試襲已經一般 以外馬龍之威, Fastnet Rock的兒子 都很少了, 現在都很少 Fastnet Rock的兒子 剛剛那場稍追, 在四班裡稍追 追下去就不算很特別勁, 坦白說 看看這裡, 如果去低的話 看見龍之威, 在裡面捱回來, 當然不利地, 外面每隻隻馬追上來 可以進步的, 但見不到很特別的變身能力 我想我暫時都是最多建議使用彩腳, 但很變線的馬 三號馬, 威望, 這隻是Whittington的兒子 暫時未見到有能力, 又是需要一點時間 11月19日跑完, 跑完田草, 過回來谷草 他不夠快, 追不及 四號馬超勁日子, 我放回去第四選 原因只有一個, 始終上場落一落斑排一個好檔 跟回來不差, 但應該還未夠力水 成熟程度還差一點, 現在三歲了, 這隻馬 歐洲馬, 給你一點時間 但選到沒什麼好, 只好挑選他 因為這隻5號馬開心馬 我早已說, 它是1000米, 一瓶跑完 要是12米泥地 剛剛用中逸禮放出來, 跑人入兒子街, 奮鬥紅材 這次就是這樣, 放出來之後就走掉 上次117磅, 這次就是127磅加10磅 但都應該可以繼續 如果放出來, 二檔貼條, 難走, 很有趣 六號馬, 萬事有, 季初用了幾次力 上次就走掉了, 跟好位跑, 回來不多 但都是那句, 前次馬好好, 今次排一個六檔 隊出來走, 應該拍著一隻開心馬 守住在外面二疊位置 我覺得它有權捱到位置, 但贏的應該不到它 七號馬, 起起利高, Better than Ready 仔 下線是Ferocity 跑了六場, 又是未得過的 剛剛那場跑下去, 第七名不出色 不出色的, 成堆馬, 當然它是在裡面 但就開始轉好, 不過 我最多最多, 即是我在超近日子距 和海船裡面選擇 我只要飛到海船比較穩陣 但就, 四龍彩腳最多 八號馬, 用冠裙鷹 這隻馬就是馬房第二選擇 Charm Spirit的兒子 這隻馬跑了七次, 又未近過 近都未近過, 我想暫時未得住 九號馬, 鑽石寶寶 其實這隻馬跑一千千二應該可以 但它跑泥地, 比跑草地好 而看上年的賽職, 在四灣站得穩 但不知為何, 今年完全沉得很厲害 下來了五斤, 跑了兩場 近都不近, 留著來跑也不行 前置也不行 用艾少禮去試, 真跑的時候會怎樣 我很觀望態度 十號馬, 特攻跑一千米其實嚴短 一千米又嚴長 一千米跟前組, 捱不到尾 一千米跟前組, 捱不到尾 後組是追不及, 很尷尬的馬 位置馬, 邊線馬, 只是走了拖腳 但用到潘頓肯定會熱 十一號馬, 飛躍海船, 排了五檔 其實一千米真的嚴短 但有基本能力, 二十五分 如果跟到好位置, 一個不小心 因為是五檔 如果是六七位, 隨時可以追到第四名 但是是邊線馬 看完馬, 開心馬好像很穩陣 但加了十磅 始終不是贏定的馬 所以我是沒有 肯定重心馬膽 萬事有用了幾場力之後 覺得沒有之前那麼健康 其他馬, 特工 你不能不拖, 只是走拖腳的熱門 再選下去, 龍威 超勁日子 喜利高 鑽石寶寶 飛躍海船 我選了超勁日子 我覺得我搏他最好 飛躍海船, 搏他跟前一點 這場馬 難搞的 我偏向看看, 開心馬去到什麼位置 第二場 五筆1650米 這場馬的步速方面挺關鍵 因為看不到一些特別滑快的馬 所以一檔的重組之穩 用到潘頓 用到冠軍潘 跑了兩場 剛剛第一場初出的那場 1650米可能還未開氣 而且還不利地 內蘭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最後幾步停 而且組段用得多 上場跑得不錯 是不錯的 沿途走勢不錯 但是騎下去不多 這些馬始終要猜 起步和拉斯騎下去多少 我建議拖腳穩陣 但這場馬肯定超斑 二號馬起步為家 1400米可能會比較好 當然是跑來地 上場跑下去慢步速 完全沒有跑過 輸給落足料 基本上是沒得追的 那場馬是過分地慢的 落足料都是賺了 完全沒得追後 但是他反而追少少 因為他有少少能力 而且他在千聖位 有少少爆發力 慢慢沒有速度就追了一段 排實一檔很難跑 這場馬很有趣 有十隻馬都是減分的 我經常都說 減分兩分的馬小心點 在短期內 如果沒有轉配備 路程轉馬房 落上學班 我就不用想著 但這場馬有很多隻馬都是這樣 三號馬超醒神 轉了馬房之後 這隻馬不覺得好 沒什麼盡展 上季也跑了三場 一隻肯定有能力的馬 四班應該有 可以爭下的馬 但今年的功夫 看見他不太敢做 健康有問題的馬 所以選不到他 最初的五選道 四號馬 奮鬥轉期 這隻又是蘇維爾馬房的馬 跑了八場 剛剛那場 回來雖然輸三個馬位 但那場馬其實 步速和時間都不漂亮 所以他整堆馬近回來 是很合理的 盡神在外面那些就厲害了 看著他 看著他 看著他轉好緊 但奮鬥轉期 好像還未夠 五號馬 滿多幅 跑了兩次 十四檔 這次終於撿了一個好檔 我講了很多次的這隻馬 警定超班 未成熟 谷操應該沒問題的 鐵花池仔 暫時香港還未一隻 鐵花池贏到馬 暫時還未有 近字的 鷹進飛驅 鷹進飛驅 好像還未贏馬 贏了馬 沒什麼了 金股齊星還未贏馬 但這個總其實挺適合香港的 總之用到董明朗 本身打算預約麥道朗 麥道朗 不知為什麼 總之用了董明朗 也是朗 朗哥 評分好好 狀態做好了 是唯一這件事 看看他最後會不會 因為始終有點害怕馬 如果他 老時在兩隻馬之間肯走 這隻馬是可以起作用的 鷹馬 底鵬寬星 用中逆禮 我猜這次他會在彎位踩 連續兩次這樣 撥走 前那場跑得不錯 但上一場看見他 正常步速之下 他這樣踩 我覺得踩快了 最後沒有 但再之前 那場馬 跑得非常好之下 捱不到尾 我就這樣想 這隻馬 他是會賺 但他暫時還未見到一個 很絕對的優勢 計馬 他不夠 從中之王跑 計賠率 他不夠 超醒神那麼好分 那隻滿多幅那麼好分 所以擺在第三選 七六馬 升級正確 評分有優勢的狀態 也開始跑起了 但1650真的不到 他是要靠非常慢步速 這場馬未必有一個非常非常慢步速 給他搞 只怕這件事 因為怪獸豪俠 怪獸豪俠 八號馬 珍珠哥 十二檔 難 排二檔也不會太害怕他 何況排十二檔 他是一隻有狀態的馬 隨時突然是一招 去搞你的位置 預算了 因為這隻馬 感覺上 在五班 是有少少能力的 但是近分上 還未夠 我覺得最多 都是四重彩 撐一票 九雅馬 無敵精英 跟前又行 跟後又行 純粹跑平分的馬 25分贏馬 28分就是跑位置 30分就是差三四重彩腳 他是很耐跑的 去年在30分 30分的時候 也是在跑位置 29分贏馬 巨奈都跑了七場 初出1400米 就沒有位置 前一場沒有獎金 但是全部都入了前六名 是一隻很準的馬 但是位置馬 收火馬 怪獸號俠 我看血統 他真的是一隻中距離馬 但是上場跑1800米 明顯不到 1650米也是靠 賺 正常補足地賺 排二檔 當然 這隻馬 但是用巴道也沒問題 換到少少賠率 在前面走 可能有個大利前置偏差 他便捱到 但1650米 需要一個慢步速賺 不要看他的最佳時間 1分39 要39 這個時間 是一個偏快場地去做 所以 平分上 仍然有少少微利 但跑回1200米 比較好 1650米 拖腳 11號馬 麒麟 上季用梁架鑽 夜馬場 因為他一檔 泥地 以及FIT 說了很久了 但這隻馬 暫時來說 進度上不太好 所以 我想 這隻馬還沒得住 要給他一點時間 現在的狀態 跑不回 12號馬 石師傅 這隻馬 暫時 暫時 還沒得住 但試襲 我之前看見他稍好 但真的跑不見進步 後面 1 行進之寶 上場跑第三名 前一場是贏馬 起碼 慢步速距也肯追了一段 一隻有狀態 已經跑起狀態的馬 上季很準 上一場也跑到第三名 算是出色的 因為那場馬基本上不能追 所以這樣追上來跑到第三名 是很出色的 我就覺得這樣 這隻馬如果能夠補出來 一定要投四選 起碼 謙謙關子擺明 拿出來跑 就是拿保護拳 但其實他應該跑一場 一千米 拿出來跑一千米 他就有權爭 可惜 這次不知為何 這場就不跑 下個星期 跑一場 五萬千二米 看完馬 重組之王 一定要選 兩隻馬 都是跟好位 近況比較銳 滿多幅 擺明是有分的馬 很肯定告訴你 連續兩場 用小朋友跑得一般 有稍追 預射也不錯 這次排三檔 只要跟前一點 不要留到那麼後 在馬林之間 不要太搶 不要亂龍 他有權贏你 我估計有十六七倍 這些馬 第三場 四班一千八米 這場馬 夠氣量的馬 也不算特別多 這場馬 也有四隻馬 你未跑過這個路程 步速方面 我估計是龍船快 彈球快活 為前面走 以及一隻 健測群鷹 未必會很慢 但是 因為這些馬 都要靠慢步速 所以我估計是正常 至偏慢步速 為何要選擇 聰明導彈行頭 一個原因 他在三班的時候 我都說這隻馬 開始近了 上場 跑場四班 馬上跑到第四名 而這個第四名 算是出色的 輸比英俊飛驅 很後追上來 我在想 問自己 這隻馬 千八米到不到呢 我一直都說不到 我一直都覺得 這隻馬跑千四是最適合的 1650米都是辛苦的 看他的血統 就是一隻千二千四馬 但是有一件事 他是刻意步的 這場 1650米那場是沒有馬步的 馬防是有馬配合而來的 第一 第二 他上年59分贏馬 今次用到密道朗 另外 他是刻意不步的 那場1650米 沒有什麼步速 情況之下 他是不是都和你跑一段 所以如果他 我純粹駁他 彎位踩 不要那麼後追 這隻馬 明顯是超班三班馬 這組沒有哪隻是三班會贏 只有他 當然 退快了很多 但減九分下來 四班 他就動手了 我覺得這次 可以搏一搏 二號馬 飛馬將軍 跑千八米當然OK 上季也是這個路程 贏馬 61分贏馬 贏三班 季內跑場千八米 也跑了第三名 但之後跑兩場 跑1650米 就佛線觸塵 不算很突出 所以我在想 這隻馬好一點 還是其他馬好一點 只要排一檔沒有捕捉 會塞死他 我是這樣想 我怕他會塞死 他可能會 放到玻璃位置去賺 但前面的馬 應該會走 他找位上 梁家俊 入到直路斯找位 就難了 我寧願放到第六選 但這隻馬有班 三號馬 見七群英 上場有選 也有中 14倍勝出 我說了這隻馬 做好了很久 和中距離馬 上場贏馬 但賢馬 不出色 勝風望勁路 紅海勁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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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 慢捕捉的 這樣贏 不行 跑一千米米 當然會OK 但是這隻馬 雖然狀態OK 但今場有些正常捕捉 還操排十黨 我敢他這次賺不到 所以一內一外 我都沒有選 但是兩隻馬 我一定拖回 4号马,8进绍胜,上年出赛时我都说了 我会担心一件事,高冬来会不会提升他的战斗力 令他在三班都会赢,结果不行 今年直接沉,试习,骑下去都不算很肯走 如势不错,刚刚这伙子稍好,但骑得比较重要 我觉得这马仍然落脚是重的,严重身的 我觉得难再难再,状态不够,但评分有优势 这五分会帮到手,令头先驱,这就是Tavisdok的儿子 下层是Kings of Kings,应该跑长一点点,两个跑了十一场都不成功 看见他11月22日跑完都不一样,我觉得他可以再进步一点 未够,排二档应该难一点,减3分 反而这六号马,起快,评分好着素 上季就跑得少,转了马房之后跑得四场,四场都很近 今年那场跑过第八名,但他的组织不差 你当他没有跑过,我会当他没有跑过 在后面追上来,好事先撻得着 那场马就坐出1650米,热身后 11月15日跑完,再试多货集,输给人人之保 但他考验下去,骑下去很肯走,如势非常好 我觉得这马是进步中,而且平均好着素 排一个六档,希望手指不少 四至六位,中字形,二叠三位 他分分钟可以在... 我想他不在哪个弯位踩 但他分分钟够气量,在对面直路已经踩定 这些马分分钟走掉 收拢马,农传快 我说了很多次,这马不要跟人斗猴径 这次用潘顿,希望不要再... 梁家俊按住,然后到最后才骑 这马最好是均速地走掉 用到潘顿,潘顿也跑了屯豪之王 所以这马我估计他也会拼 我觉得是有权赢你 48分,不觉得是没有优势的 上季赢了两场,今年跑了一个位置,第四名 我觉得他在这组里,可以有一个变数 如果他在600米左右,有马拍上来可以踩 这马是有权赢的 8号马,中华威威 中华叻叻,排了11档 贵来赢了马,但赢马的水准也不高 上季赢了两场,水准也不高 始终觉得他泥地比草地好 但是他赢了马之后47分,要减分下来 42分,40分再有马 看形势的马,马防当然知道 之后再减分下来就可以 后追,外档,用蔡明少 我想难一点吧 9号马,但球快活,排了4档 这马就终于会赢马 那场马就赚了万步速,赚了偏差 威威斗士就跑得差 近三场,明显告诉你,评分没什么特别的优势 我觉得他越跑越好,但明显不是上季的 斗志非常鲜明 看看他会跑得如何 我觉得他可以在前面赚 但就位置马 十二马全才,是不是叫Finchy 没有记错,又三个儿子 季来跑了一场,回来也输得很远 初出跑了2200 说的是两个星期之前的事 但之前的事集,我觉得走势很一样 所以我觉得热身之后还没够 最好减完这四分下班 这一场马就赚了2000 11号马,大登殿,减了2分 上场的第六名,其实不算很远 之前跑的第三名也不算很远 但那场马是黏地帮到手 刚刚追下去,如势不错 但明显地不够跑 你可以这样说 他连见者都跑不过的时候 这次跑法亦是相约 看看追几多 排除上,在飞马将军和建策群英之后 12号马,杨威四方 前一场输了2000米 不够起一档 刚刚跑场1650米 也是赢得很轻松 当然,输给他对手之后 很不错 在天使命区之后 可以提升名次 但他跑个飞子,轻磅 1800米都可以,1650米更加有好处 上季会赢得赢这个路程 假设这次正常至偏半部速 他又在田泰安 用田泰安跑线去跑 在这种位置 是有权欠一个位置 始终这只马上了四班 威力没什么 后面的马方面 德胜多 如果能补出后比一 输哥的首选 但这只马 跑回一个评分 首好位跑,因为这场马没什么补处 他守住三四位跑 有权欠冷位 逆速之指 在下星期 23日 四班1650米 那场才是波 看完细马 我选择这只马 因为始终有班 我觉得这场马会慢步速 正常至偏半 只能按慢 所以可能适合他 因为他有一段爆发力 而且在四班是很好处的 是怕蜜毒朗真的不会跑谷草 这只马上星期只能试集 很小心 脚方面 起快 龙船快 但旧快活 前置又有 中置又有 其他马方面 飞马将冠牌 怕他确实 检测群 担担他早段用太多 然后杨威四方 我真的肯定选择下去 因为纯粹跑个Feed 第四场 四班1200米 这场马的捕捉应该会很快 美丽远分 因为我先说盈乐 评分没有优势 他需要一个慢捕捉 现在不是轮仔跑 轮到希威心跑 轮仔跑 轮仔跑 轮仔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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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了几场也没跑错 赢了两场马 都告诉我 四班普通鸟 五十五分左右马 然后上去 他真的需要前置的马 然后排八档 如果用何杀尧去跑 我认为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的阻段不是很敌 所以如果守不了四五位 他回来和人斗后景 就不够跑 所以排除上 我放了这只明晋复星 没有放到第三场 原因就是 我怕他留一留 这只马要前置 这只马要前置 均速型 反而明晋复星 贵初那场我都说 虽然三班一千米 状态不够 但是我看到他试集 有点走势 所以我认为四重彩要拖 结果就是排到67倍的四重彩脚 近两场就算很好 但是刚刚试了一副 加油杂 我觉得他的状态 是两副杂 原来 我觉得他如势不错 很轻松 再之前那副泥地杂 也是很轻松 当然他泥地比草地 会不会跑完这场之后更加好 可能的 但是对手不强的情况下 有权差第三名 而且有赔率 三个马小子弹 跑法跟他差不多 提牌十档 赢了马之后 串马房 看到他鬼初那场黏地 就帮到手 但是看到他上年赢马 那场也不算很突出 我就在想 会不会一只50分马 本身就是一只 差不多的马 55分没什么好处 所以我没有放到贴士 四个马奖金 但是 以为他会放头 会赚 但是结果 现在放头回来散 上年赢马 我都说水准不高 今年跑了三场 也跑不到进步的表现 刚刚试两货集 其实很后回来 好像一只马矩了 有点担心 五号马金运来 六档 用艾道娜 刚刚用艾道娜 应该这么说 上轨赢马的时候 普通四班中级水准 今年跑三场 忍而不算好 因为威胁 时间不多 放头又捱不到尾 但是跟着好位也没有爆炸力 只是均足前置马 就是这样 排序上 在营落后面 两只马很似 两只马都是跑法差不多 拖脚 六号马时间宝 说了很多次 肯定超班 试集试得很好 刚刚初出那场 抹掉了 当然 时间不算突出 但是表现也不差 输给气势 气势 气势之后再赢 演目几错 看看 气势 气势之后再赢 所以那场也不差 排阳龙成金像 成万金 最近试一幅复杂 我进去看了 看到他 我还给手指公 杭哥 摄得非常之好 很轻松 看看他今次能不能够 可以过到美丽缘分 转头说吧 七楼马 皇帝英明 评分没什么特别优势 12档难跑 上季他在 很健身的时候赢马 两场都OK 但是今年就觉得 好像状态粗不起 刺好非好 还要排12档 这场多快马 他一放不出 应该很难 八楼马 美丽缘分肯定有分 肯定超班 但是总之真跑的时候 一骑下去就没有 一骑又散 但是 试杂刚刚的货杂 比刚才那只时间球快 八线的 你看 快成八线 但是他很轻松 他按住 他要按住 给他纯走才行 所以如果你给他压力 肯定走 不知道 初戴羊毛面窟 你看试杂 试杂 带羊毛面窟 很肯定走 之前 什么配备都没有 希望他这个配备帮到手 如果他肯定走 他会赢你 这只马很快 主要排马一档 但是 要是赢了 要是赢了 要是输了 一骑下去就很惨 几次都是这样 所以 会不会是全程这样按住 不就行了 不敢说 但我就因为这个原因 放在时间保存 先走 九个马健康心灵 排有七档 应该选择 应该要拖 但近几场跑下去 不一样 上年赢马也是45分 所以会不会是上年很健康 然后今年不够健康 我是这样想 所以我暂时不选择他 受网马 魔法速递 试杂时也试得很好 很肯走 草地来地都很肯走 真跑未得过 刚刚输货杂输给城市明区 很轻松 说力拆 骑一骑 有些走势 整天都有走势 暂时未够 十一号马天分高 排上一档 骑一骑他 这件事就困难了 他是一只一千马 千而不是太多 我觉得他是跑泥地好 本身就是一只不厉害的马 所以你有驻马 就是四重彩拖一票 但真的不厉害 十二号马这只是上载 这次埋不到难 时间保会比他快 会顶住他 美丽缘分会顶住他 所以很难去赚 巨来 赚了回来 跑到第四名 不是最合适的时间 后备马方面是云彩 补到边线马 三代同心 补到出来的话 要拖一票 这只马已经做好二厘 看看这次会不会追得好一点 但我确实认他跑千四米好一点 看完细马 凝落 明晋复升 小刺蛋 金运来 健康心灵 天分高 这些全部都是边线 很明显一队要选 时间保和美丽缘分 但美丽缘分 真的 骑下去会不会又停的 我只怕这个 所以我选的时间保行头 这只肯定超班 斗志很鲜明的马 最少三班马 我先当他 第五场 三班一千米 报速应该很快 有只不可挡 人和家兴 运来勇士 应该不慢 因为我先运来 人和家兴 去到八十分 当然没了平分优势 上场减五磅都不行 都是第四名 回到来 完全不够前面的财材 困 你看 财材弹掉了 铁木耳 我估计都是这三只马跑了 估计都是这三只马 好一点 当然 你可以说 里面的马 就 不利地 但是 令财落到班都不行 对不对 我说状态很明显 落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落到班 打算 我还是拖个脚 拖他好当 走掉 结果回来都不行 但是前面的三只 真的明显锐一点 职一点 人和家兴 四龙彩脚 很难 很难去 调高 财财 马房真是厉害 真是今年 每只马都可以保持 连赢两场 守好位 一铁就有 可以再赢 看来 这只马 虽然80分 没有平均优势 但是 排二档 对手炸 好fit 应该是马胆 三只马加州得力 上场我说了一件事 这只马好似好很多 至少跟前倒 如势 试习试得很好 但是真跑的时候 真的不同了 而且这只马的一千位 不短 上季赢了两场 谷得多 今年马房的马好多都谷不起 这是其中一只 如果突然可以 排十档也难跑 四个马 铁木耳 总有办法去输 这只九岁老马 但一千位 他是好处 快慢捕捉 一慢捕捉 他跟前了 不够他爆 但是正常捕捉 他跟不住 他又追不及 经常性 拖 T Q 坦白说 看他 蜜毒朗 能否跑高一点 但这只马 这次排八档 我怕太厚 就追不及了 五号马不可挡 如何都要选 这只马 雖然季内初出 又一般的 跑洋直路彩 上季仍然很贵 今年他试习不差 刚刚再试试 重化集 56秒83 快得很紧要 可以弹脱了 重元及底的马 但今场马 多快马 他排了一个中外档 我怕他卖不到他 但是也要拖 因为见到一只马 试货集 试得好 六号马 浪骑仔 排了一个一档 这只马 宋宝的仔 上季赢了两场四班 上到三班 但刚刚贵来初出那场 输过几马位 初出可以输 只是输过几马位 给财财 今次可能会进步 但进步还进步 都应该不够财财跑 估计 所以我就 放回去第二选 他会好处 因为有可能守着玻璃位置 怎样都比铁木耳 计能力 当然未必足够铁木耳 但是 排一档 减五磅 很好跑 七号马 这是Diffield 唐不甩 有些人叫做 阿不甩 但怎样都好 在山丹人场 1400米 麦拉里的马 Irish Cricket 我看过这只马 我认为三班1400 1600 下司马 Black Flyer 所以跑中距离 会好些 跑长些 湿地泥地 特别厉害 斯杂 一般肯走 放回来 暂时看不到他 有什么亮点 他在前面走回来 但全部时间不漂亮 八号马得心之遇 All Too Hard 这只马 这只马 看见Masko 在Mora 赢 赢 仅仅赢 63分 挺夸张 可能 之后会进步 但上场 回来 不多 之前的试集 都是一般 我就宁愿去减三分 再热身好些 三岁仔 大把时间 九个马 马万众开心 排了六档 上场是赚了外篮偏差 时间不出色 上年赢了一场 赚了万部速 在前面走 两次都是赚的 前一场四班 排了十二档 追下去 紧紧追不到 但是他在守住好位 骑下去都过不到四班 真是普通料 那只转式傲场 我觉得他要进步一点才行 我攻击这只马 因为我觉得他未证明到很多东西 跑一千米又不够快 后追也爆下去不够 这组三班是凶的 修罕马运来勇士 他赢了一场四班 一千米 他虽然是外篮 但很早就撒出 拉斯真是停的 不是前置马 留着跑好很多 他赢的马不算很强 四班都不会赢的马 我宁愿等他跑泥地千米 刚刚那场抹掉他 他真是四班马 看完小马之后 只有十只马跑 浪棋仔一定要选 财财选 试试翻版Q 天木乙和人和家兴 看看会不会铁木乙 因为蜜杜朗的关系流得太厚 又追不及了 但是蜜杜朗用了报文的角色 其他方家拍一些马 看看是如何 其他马 勇敢选择 不可挡和日人和家 轻轮的前置马 第六场四班千二米 报速会快 有《善传香港》 《海南宝》 《万事靓》 这些都快 赢了 刚刚赢了成中勇士 晋优自在 金梅星星 不突出 时间普通 在前面赚回来的 上次是129磅 今次是135磅 再加6磅 马千一磅 背到磅 但评分上 究竟有没有好处呢 上季不行 前季上了三班之后 又是偷到了一场 但现在我觉得 他的进度上 没有当时那么好 我怕 我会抱着观望态度 我就拖脚算数了 这个马 有而喜悦 一只肯定超班的马 就是不知哪一场 按键 但这场应该按不到 原因是最近的试集 吃了气 完全不肯走 不知道什么事 这只马 不过我曾经分享过一件事 之前戴药无面枯赢马 在外地 买这只马 我认识到三班 有贏的 但有一件事 我经常说 如果马主走了 我通常都不选择 很少马主走了 会有好表现 当然现在转回家人的名字 但我有点点 状态未够 还有千二 现在稍稍炎短 要跑千四 三号马高明进将 季初时都说 这只马 落班会好 但跑够了 是不行的 刚刚那场 一直退 没有追势 好像真的退化得很厉害 这只马 这只马场说 后宽评分没有优势 这次用密度浪 又是密度浪 要猜他究竟跑得如何 因为是骑下方仔的马 虽然他们赢了一只 独角龙 独角兽 但这只马 上场追下去 很肯走 看到他在外南 后追追下去 彈到下面的马 交得上场水准 可以继续爭 但是赢不赢得到 看下临场怎么发挥 是六环球一定要选的马 但是赢不赢得到 真的不敢说 五号马 旅游高球 叶初和马房的马 配合而来 明显倒了十二代 上次用艾杜娜 跑了第二名 回来输给精英至尊 跑型凝落 守好位跑 有爆发力 一定要跟前一点 他肯定会追一段 但是他的充程不是很长 之前两次排成一档 留下太后就追不到 有没有说错 跟好位跑就好了 跟前点就好了 一旦留下太后就追不及了 就是这样 今次 报处不算很快 是有报处的 但是 十二档 很难跑 最多都是四重赛拖一票 因为其他对手更差 六号码 狼线浩斯 我选这马行头 Brasenbow 下次买Erapt 短途马 短途总 那次试杂 看到他 挺漂亮的 又主动赢得风云武士 赢得轻松 风云武士 刚刚跑到第二名 包装希望的 不差 在之前 试货杂 回来赢王龙帝国 时间OK 这马有些前触 而且感觉上有些能力 我选他行头 原因純粹 好分 我觉得 蔡明少 其他三次 摸得确实 马防杀手 而且 他跑六档 我以为他会守着二三位跑 这次很好跑 我估计有六七倍 我宁愿倒闭给你 就算了 七浪马 想见你 这只Jimmy Creed的仔 我仍然觉得他应该跑长一点 这种 Apologia 泥地会好 上季赢了一分 紧紧赢了一场 谷草千二米 上场均速回来 不算很特别赚 是输给你 有财有势 你跑赢封中竞虫 即是证明了 你是一只四班 有中坚分子能力的马 但是这次 以前没有连贯 上场我觉得他赚 这场马未必好赚 我选了万事靓 和精选威 旅游高球 就没有摆落 这只马在首五选 但是这只马 赚到三重彩 四重彩 一定要拖脚 因为计算平分 他有好处 鲍马赢眼光 赢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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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堆了出來走,然後按慢去賺,但都不到他放,我計算下去好像不到他放 所以沒有放在貼紙上 數碼海南寶是一檔,我想他會放得快也散得快,暫時力水尚未很足夠 最近是斯德科閘,重怕閘時間OK,輕鬆,但對手不強 他比其他特別快都頗多,但我覺得他的出腳去到最後時有點黏 加了一個配備,希望他會進步,但需要進步才能贏到馬 11號馬,萬事靚,選他一個原因而已,贏完馬,剛剛也贏了一場千二米 用天盤馬房,剛剛贏盈麗,金運來,添開心,添開心之後再贏馬 萬事靚就贏盈麗,靈麗隨時都能夠在死板贏,可以輕鬆地贏,馬進步 上場無險冬贏完,這次也贏了無險冬,拍手掌,馬房肯給機會本地生 有權在這組裡,入了前三名,希望他能夠割走到三至六位 中至二碟,有遮擋位置 12號馬,新鋼線講過,千二米嚴短,一隻有能力的馬,但要跑千四千六,甚至更長 但上一場增程就騎下去,佛線觸塵,沒有跑過 成當他沒有跑過,但不知為何,這場馬又四十一分 試試想減一分落斑才用 後備馬方面,恩感不可以,好有喜也不可以 看完腎馬,精算威,邊線馬 長華孝寬,位置馬,旅遊高球,邊線馬 想見你,位置馬,善傳香港,邊線馬,萬事靚 因為我的檔關是邊線馬 狼線浩斯因為有些惡馬,有潘頓贏的馬 這隻上開名的馬,我猜可能這隻狼線浩斯有七至八倍 導編匹算了,夠快的這隻馬 第七場,四班1650米,步速方面都很關鍵 因為只有黃隱複星放,其實應該最好處是他的 但我比較冷一點走頭,所以我再說吧 這隻馬滿月先,來香港的時候,跑幾場都見到有少少能力 經常都肯追,但今季這隻馬是沉的,會不會是特地搞落斑呢 但搞落斑之後也沒有再試襲,只是拍跳 我覺得狀態還未夠,而且跑泥地好比跑草地 二個馬,時時清心,這隻Tavisdott的仔 正常來說都應該跑長少少好些 跑千四米,經常都是左穿右插上來就追不及了 但在外地就見到他不是一隻那麼長的馬 好,看下去吧,阿媽就去到1200米 時時清心就去到1500米 究竟他能否能夠跑到這個跑長少少呢 跑車到50米呢,還要後追的 我怕他不行而已,排一檔 擺明會搏的,用高東來用到墨杜朗 但我覺得這隻馬肯定熱滿,可能是大熱 不如攻擊一下他那一個,拼他裡面塞也好 這隻馬很喜歡塞 而且谷槽,1650米,我拼他不行 但頭柱四重彩,我會拖票 三號馬多利神駒,另一隻有級數的馬 硬是覺得他跑1200米比較好 1650米好像不太好,1400米更加適合 1200米經常追不及,但1400米好像比較適合 1650米就不夠氣,硬是覺得 上場1650米追下去,有少少走勢 但你連彈球法會都過不了的時候,你有多厲害 我這樣想,他在均速回來,只能過一隻見者 見者之後也不行 我因為你的原因,雖然排中檔不會塞 我寧願拼他再減半分先 四號馬另一隻,你知道我可以 貴內我初出那場跑1400米,我說沒有問題 1400米可以的 回到來,輸給強手 禮千氣象,跑人競進天下智聖龍 不特別 再出跑一場1400米,騎下去沒有 可能因為外難關係 所以19號之後沒有再跑 擔心一件事,氣糧 下線雖然是沙巴錶 上線是Sagred Force 成年瀑布 但是看他的血統方面是1200米 燈丹王子贏1600米 但是來到香港之後 有少少擔心他是1200米 排上一檔,初跑菊草,夜菜外難 一定會冷 所以二三四 如果投注Marty的朋友就拖票 五號馬香飄慢利 是Ripchester的兒子 蘇威爾馬房 看到他最近試襲 起步 騎下去也不肯走 再之前那一集 輸給這隻陸續光芒 又是不多的 不知道什麼事 這排進度上有點後退 六號馬高氣派 我有想過放到貼士上 因為這隻Kermade的兒子 我經常都覺得這隻馬應該有能力 但這隻馬房的馬 初出跑第四名 好像黏地 季來跑三場 前試又試過 後試又試過 這隻馬 就是這麼多 下線的Helmut 會不會跑去泥地1650 試一下呢 第二 這隻馬 49分 可能也未必很有優勢 他只是初出那場黏地 好像黏地跑得好 會不會濕地 正如我所說 會接近 會追一段仔 但是不可靠 七龍馬 我一位鬥士 貴落我都說了幾次 這隻馬不適合 應該贏那一場 就好像流到這麼厚 我又跟人鬥後驚 前一場好像黏地 回來就爬回來 明顯地已經落腳轉慢 剛剛那場 就是一個完全沒得追的捕捉之下 追下去完全沒有東西看 但我看到他最近有個快跳 我覺得他試得不錯 我覺得他這隻馬很緊 這次用何摘瑤 不是用楊威森 我覺得也是 安心一點點 當然 上季有何摘瑤 也未得過 以前用何摘瑤 也未得過 不過 鬥志鮮明 看看他忍著爆一段會怎樣 這隻馬加了眼罩之後 稍微肯走一點點 但我最重要的是 不是今天那一貨 是之前這一貨 這一貨 我看到他有一點力 所以希望可以 但最穩陣的是黃銀複星 說了很多次 千萬不要和你鬥後驚 彎位走掉你是最好 但上場還是彎位有點按慢 但是他可以和前多多彈掉後面那些馬 過幾馬位 所以他越走越有的馬 他前置 金銀馬沒有馬燒他 六環賽一定要選他 因為他在前面走 但我始終覺得這隻威威鬥死 可以一爭 不過黃銀複星是最好跑的馬 剛剛碰到黃銀師兄 救隊友 希望之後多些黃銀系的馬 我能夠幫到手 九號馬 武林至尊排了十二檔 上場排了六檔 追下去是不差的 很早之前 上年跑千四米那場 我都有倒到 二十幾倍 原來當時都想著這隻馬 應該可以的 結果都是不夠氣 跑一跑去到上季季尾 要跑長一點 Spirit of Boom這個種很有趣 以為短途種 但是越跑越長 剛剛那場回來只是輸給威武勇 他跑贏後面那一站馬 不算很突出 但是勢多好 今次有捕捉 正常捕捉 排了一檔 是十二檔 忍著和你鬥一段 希望能夠追到位置 三四重彩腳 有心有刑 終於肯再跑這些 長一點的路程 Toronado仔 1400-1600 再夾Modern Ready 1600-1800 沒理由不夠氣 去年跑場1600 就輸了 上季也會沉 1400是最適合跑 但我經常說這隻馬不要留後跑 盡量更好位跑 航哥明顯有馬配合而來 第二 最近試了貨集輸給赤火曉龍 你看看他如勢 輸給赤火曉龍 赤火曉龍賽出一般 但他跑贏了 飛圍曉行 飛圍曉行初出 跑地3 剛剛跑地4 你看看他如勢 現在是內蘭 希偉心和他試 前面騎得重要 這隻是煽露神華三班馬 這隻飛圍曉行三班馬 這隻飛圍曉行三班馬 八掌少星在後面 客家之關就行 這裏搖一搖 這隻飛圍曉行三班馬 這隻飛圍曉行三班馬 現在騎下去 按住 看著你們跑 看著我預勢 你看看他 你以為他不夠氣 你看看他 拉住 是不是仍然有 他不是停的 他拉住了 我覺得這樣 評分很有優勢 增情的話 很明顯用來換賠率 留著跟你爆一段 這隻飛圍曉行三班馬 有權 差一個冷位 這隻馬 小心點 手後馬 刑科超影 這隻馬 九歲老馬 也是沒有回答的 馬房 這隻馬也少回答 贏馬那場 十二倍 我們都認 我都說了為何 之前那場 還未開起 再出是輸濕地 然後就說 十二倍 著數到暈 就是WINPay 當然 鑒不到大豪寬升 但至少是WINPay 12倍 這次 他也是這樣跑 排一個七檔 忍著和你爆一段 有權欠四龍採腳 但WINPay應該比較難 開心看子未得 要再減分 後面馬方面 美之妙 最近我覺得他試了一課集 一般 輸給自來金的課集 我覺得一般 騎得下去 我想要減分 龍的風彩 前一場第二名 解釋不到 再出跑第八名 很合理 我暫時選不到他 這場馬有很多馬邊線 時事清心 滿月 多利神區 你知道我可以 高氣派 甚至贏方超影 但明顯是黃隱複星 是很著數的 但是 武林子專利 沒得不選擇 但十二檔 只是走著拖腳 所以我寧願博席有心有刑 我想想想 博席有心有刑 走投也挺過分的 不如先要一隻威威豆豉 所以我的選擇 七八九十 十一 我覺得這幾隻馬可靠一點 第八場 三班六五零米 這場馬 我估計是正常的 中城區 和尺馬 鴻峰 這馬是智取神區 這馬是 外地很厲害 叫做 馬王級 但是 來到香港之後 不太適應 還未很準備好 放頭 有試過 留住一點點 也試過 中長距離馬 說不說一次跑打比 不知道 級數就有了 但最近試襲 還未夠力水 我想要給他一點時間 二號馬 中城區 轉了馬房之後 我看不到起色 第一 第二 上季季尾 真的擺明用盡 它 最近試襲 很一般 我想難一點吧 反而三號馬 這位是威武覺醒 唯一一件事 是一個外檔 但跑1200米 擺明嚴短 1400米 1400米會更加好 唯一不好的東西 不喜歡 就是拿一場 1400米 直接上來1650米 不是好事 但最近試襲 輸給澳油氣泡 可以拍著我 很輕鬆 我覺得不差 對手強 但很輕鬆 進步 但評分 72分 少少鹽浪 12檔 看看追多 拖腳 四號馬 聖神威 轉馬房 聽到好像不太開心 因為上季幫他贏了三場 今年跑三場 仍然跑1200米 那一隻中場距離馬 應該是Fiorante 怎麼都應該跑長一點吧 下線 應該實力上不差 排一檔 最近騎士火集 輕鬆 但狀態明顯不夠 但是 增程排60米 可能會大幅進步 擺在第四選 但六環彩 我會建議拖回票 這隻馬是隨時爆 隨時來的 這隻馬 馬菲伦布 有存名 本身都說這隻馬三班未必可以 但前一場 帶前仗厲害 緊緊回來輸給大學生 但大學生之後不行 前一場 跑第三名 他那場說是全程外跌 回來輸給超超比沒有辦法 但是 波爾多也輸給他 但是全程外跌 上場增程排1,800米 不行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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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用到就用 潘頓肯跑 沒什麼好選之下 勇敢選他 老馬碧海藍天 越來越好 但還未夠好 這隻馬外地有級數 去US Navy Flag 不要小看這場 可以贏Escott 他之後 如果沒有叫做Blaslan 之後跑得很好 贏三級賽 其中一隻 之前輸給包裝置場 包裝置場 完全不適應 就是退役 這隻馬還是未成功的 仍然生歐歐 給他一點時間 試襲越來越好 試了很多貨襲 加硬襲 不過這隻馬是有能力 但怕他還是狀態未夠 七龍馬論文 一直都說這隻馬是三班馬 這隻馬 說得很差 但買得很貴 買了這隻馬 撿一擠之後 退休 試襲肯走 轉馬房之後 連續跑兩場也好 能力上65分可以反彈 位置馬 暫時未贏過 但我覺得他有贏馬能力 包裝馬 讓愛高飛 說了很多次 不是千二馬 初出跑千二馬 之後出跑千二馬 跑了Feed 上季千二馬嚴短 追不及 今年跑千六 跑千四千六 增情 對手差 跑三檔 守住六七位 追下去可以欠三龍賽腳 九火馬馬爾代夫 用董明朗 本身是OK的 評分也好 但明顯地部署落班 明顯部署減分 緊張 水準不夠贏 不夠爭 連續跑了四場 都在減分 所以暫時未得住 他會追一段仔 但跑二檔 入面塞 守候馬 精準快車 四班贏馬 上到三班 不夠跑 上年也是這樣 以前三班會贏 但這隻馬 好像 越跑越長 六腳越來越慢 還有能力上 在三班真的不夠跑 他會追一段仔 但難 守候馬赤馬 鴻峰 說沉沉 這隻馬 季初年跑第二 那場馬當然是逐 25倍 很明顯的 輸起博望波 沒辦法 但之後 連續四場 快也不快 其實是沒有的 下班才算 那隻馬 十二號馬 機緣醉夢 第五名 我都說不厲害 所以上場 我不明白為什麼 14倍 是賺的 第五名 輸給錶子亮子 錶子亮子是虧的 那天內蘭 前置是好處 整堆馬在後面 機緣醉夢 在外面是賺的 追回來不多 少少 他賺了偏差 難一點 馬房需要頭馬 不是需要位置 輸了這場 落斑 後面 浪漫老婆 補出來 要正選 這些馬 是最穩定的 1,800米不到 但是 31650米 可以贏 1,800米不到 1,800米不到 成神威 其實飛輪部本身是位置 但是沒有馬 好選擇 就肯定選擇了 論文 位置 馬爾代夫是邊線馬 楊海高飛對邊線馬 所以我很希望 補到一隻 浪漫老婆 如果突然沒有 碧海南天 自取神威 或者中神威 六環上一定要選擇 成神威 因為是中距離馬 但是這場馬 是亂的 因為飛輪部 一會兒 一會兒 不相信 第九場 31200米 補足方面會快 有隻八俊巨星 在這裏 他最近試貨集 就跪一跪 回來就 肯追 初出 輸了 但是這場馬 沒有補足 他真的跪一跪 回來後上 贏多幅 當然那些馬 不算厲害 但是輕鬆 他姿態不差 之前輸給平海歡聲 那場馬回來 輸半個馬位 比平海歡聲 平海歡聲 能夠贏馬 不算頑皮 減五磅 幫到手 而且他夠快 找他行頭 二號馬 村外營區 在外地 就叫做 Fashion Legend 跑了12場 5-4 三級賽 贏馬 在表列賽贏馬 在那個堅尼 但不是千二馬 應該是千四馬 應該是三級賽 雲斯仙子堅尼 輸給 三番鳥 暫時來說 所以我想 他在這組裡 初出 真的要 跑高很多才行 我在外方 不是 這個 輸給狼善浩斯 那天我進場看試集 騎下去 我覺得狀態還未夠 三號馬 這隻勇敢巨星 我想找他 放到位置 但想想 他跑了十當 就像上次這樣 上次我只說了一句 這隻馬 跟在前面走 會好的 但這場馬 他能不能跟在前面走 我怕有隻馬 他會守住 三四位 二碟至三碟 因為他可能會 頂著精彩勇士一陣 但精彩勇士應該會比他快 所以他未必可以 守到三四位 有遮擋位置 他會守到有遮擋位置 但是未必 守到三四位 可能守到五六位 那就麻煩了 所以我純粹因為這個原因 沒有放到貼士上 但頭處上一定會兼顧這隻馬 只要他守到三四位 二碟有遮擋位置 那就行了 但最壞打算就是守不到位置 四銅馬 運高八斗 排了五檔 沒有什麼評分優勢 純粹跑回Feed 今年跑了三場 一千米不夠快 千賤位 跑位置 快時間 最近的思播集 我覺得很喜歡 輸給實現夢想 很輕鬆地追上來 很輕鬆 他的勢頭非常之好 我覺得這隻馬 Feed 好似直撥過這隻龍金巨星 起碼他能夠守住好位 五檔 五號馬 一代天驕千賤位肯定嚴短 但最近的思集 肯走回 重新再做過 一隻馬 都不知道搞什麼 上手搞得好像胃搞不好 剛剛那隻 幸運有利 都可以跑到一級賽馬第二 這隻馬轉馬防之後 可能會繼續進步 剛剛試負集 當然不算很突出 但肯走 預勢好 今次谷槽 千賤位嚴短 跑級數 差四重彩腳 這些是巨冷 三四十倍 六號馬有才有勢 三班不夠跑 但上場我都說 這隻是不同的 不同其他嘉里旗 因為 這隻馬上次 前一場贏馬 很健康 上場我都說是健康 擔心嘉里 結果他追下去 過不了快博 跑贏勇敢巨星 他是虧的 同隻快博都虧的 追下去有勢 用到潘頓 繼續搶Q 贏應該未必到他 七六馬 合謀紅心 贏了兩場貴初 走掉了你之後 上到三班再跑 不行了 輸給傑出漢子 很有心得 他就是一隻這麼多了的馬 這次 都是會近的 但只有近字 前置去賺一檔 位置馬 八號馬 還看今早上年贏兩場 贏得漂亮的 告訴我三班應該有馬 贏 但上季季尾那場 一上三班 前將快第二名上班 再上班 排了外檔不行 今年的試集 不算很突出 潘頓和他試的 這貨集 我覺得不算很厲害 時間不快 再之前那貨集 初起 我覺得他可以更好 所以潘頓也沒有 沒有記住 而且是外檔 這幾隻外檔馬 很難搞的 九號馬 進補排了二檔 但是他就 貴內贏的那場馬 初出贏的馬 贏的馬叫春風萬利 木火同名 普通四班鳥 雖然是頂磅 但那時候 我覺得他比現在更好 上班之後三班都站在那 上年也是這樣 但我記得他初出那場 是硬補出了 當他沒有跑 結果一放到尾 一隻在三班 可以有權 站到邊線腳的馬 但對這次對手比較強 我放不到在頭五選 四龍彩 還看今早晉寶 和勇金巨星 我都會拖回 十號馬 高進名區 ASLAV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來到香港 真的很勉強給他們 初出贏的一場 11米 之後在Benchmark 六十多 完全不夠跑 然後在Benchmark72 跑到第三名 這隻馬 勉強給他來的 這隻馬 七歲了 跑七場 抱歉 五歲了 跑七場 一 win一 play 這隻馬 難些 十號馬 十號馬 人隱之寶 上班 連贏兩場 但是四班對手 差勁 他上班還行不行 我覺得嚴短 他會追一段 但是我怕追不及了 因為真的有少少少 覺得嚴短和平均 沒有特別的優勢 十二號馬 精彩用事 跑直路 跑一千米 六班 跑四班 一千米直路賽 會好一點 後面馬方面 非凡之星 七十七分 仍然是浪 上年說過 七十三分左右 風雞肉粹 贏了馬 之後 上來這個評分 其實他沒什麼好處 好像 千四好一點 還有 看完細馬 我覺得放頭的馬 會好一點 八進巨星 有才有勢 配開 用潘盾 其他角很多 勇敢巨星 雲高八斗 一代天嬌 合火 雄心 鞭線 進寶 人隱之寶 但是我覺得八進巨星 有才有勢 正頭正路 好了 練馬師分場表方面 五盤子馬房 無敵精英位置 彈球快會覆位置 才才贏 王隱福星贏 聖神威有權贏 一代天嬌邊線 神集成馬房 健康心靈 我會拖三四龍彩腳 其他馬方面 合火和雄心 三四龍彩腳 想見你也是 三隻也是 你見鬼八方 從草之王贏得 龍船快 有權爭Win 盈落有位置 很大機會被人頂一外叠 威威鬥時有權爭 威武覺醒有位置 勇敢巨星有位置 方家八馬房 聰明導彈擺明搏千八 他不跑1650米 鐵木兒有位置 長華厚寬位置 喘來盈區未得 本多福 這是藍本 偉達馬房 飛翼海船是邊線 楊威四方三重彩腳 不可黨三重彩腳 新鋼線我寧願去羅班 排翔1400米 賀賢馬房 特攻位置 大登殿位置 華厚今早位置 馬爾代夫邊線 大登殿位置 馬房 見到這隻名進福星 我覺得是一隻有權爭位置的馬 有材有勢也是爭位置 贏眼光未得 碧可藍天 觀望態度 一隻有能力的馬 但好像未準備好 羅虎全馬房 論文會拖腳 進寶會拖腳 美麗緣分 我希望他先輸 之後狼線好師會好分些 這隻馬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鬥志非常鮮明 尿本分 馬房 轉成寶寶邊線 上角邊線 有義起業真的操不起來 你知我得 我會四龍採取票 因為我覺得他有能力 而可能嚴長 精準快車下班會好些 雲高八斗 為字馬 高東利馬房 八進小星是邊線 但我覺得還未夠 猶寬星是為字馬 浪騎仔Q 時時興心 為字 楊岳高飛四龍採腳 八進技術可以 放出來就可以 AC馬房 建設群英雄邊線 任何家興四龍採腳 武林至尊 檔衰 三四龍採腳 其他馬 文家良馬房 怪獸豪俠 三四龍採腳 開心馬可以再贏 金雲萊位置 善傳香港是邊線馬 開心漢志未得 蘇惠爾馬房 頭場不行 第二場不行 香票萬里都不行 用天馬馬房 萬事有位置 萬事領位置 有權爭WIN 這隻馬進步 菲林布也有權爭WIN 高駿駿駿 我覺得是五班 形狀真的一般 廖康命馬房 精選威 贏波超已經稍好 超醒神 好像操不起 葉莊馬房 珍珠哥 威莫 全財都是低少少 兩隻 黃牌馬特別好 旅遊高球 看看這次追多少 時間煲 看看能不能贏到美麗緣分 有心有贏冷門 這三隻都是有權爭的 超星馬房 喜寶維家會珠一段仔 四重彩腳 喜快三四重彩腳 萬眾開心四重彩腳 邊線野 多利神駒我覺得嚴長 營養之寶 位置馬 靖翔偉馬房出兩隻 龍之威邊線 機緣醉木邊線 但是我覺得兩隻馬 都是減少分好一點 沒有什麼WIN上 隨意石馬房出四隻 最好是喜喜利高 和高氣派 和中華厲害 但是三隻馬 都是很邊線 很邊線 多駐馬的時候 才拖四重彩腳 無惠傑馬房出三隻 一般地 丁冠浩馬房 這隻馬 我不敢完全畫死它 但是馬房太沉了 這場馬 大家都暗慢 它裡面會塞死你 看完小馬 多謝 拜拜